小杰一拳将地面打碎 和炸弹魔两人同时落入 之前齐亚他们挖好的陷阱之中 此时山崩地裂 当烟尘散去以后 炸弹魔抬头看向 这高达30层楼的洞口 知道一时半会是出不去的 但小杰也是一起落下来的 身受重伤的他 早已不是炸弹魔的对手 反倒是把自己逼上了绝路 但炸弹魔突然发现 已经不见了小杰的身影 此时他出现在一个横挖的小洞口 将一张卡片向上一扔 因为物体在离开书一分钟以后 就会重新变回尸体 我去 这不是我班爷的陨石吗 此时的炸弹魔 已经被完全堵住了退路 小杰的声音出现在他跟前 一继续立后的石头群 砸向了正在求饶的炸弹魔 最终还是倒在了小杰的拳头之下 小编很好奇 最后他俩是怎么出来了 接下来的内容 就是好多人开始不喜欢小杰的原因 但我仔细看了一下 其实要治疗炸弹魔 并不是小杰一人决定的 但除此事件以外 还有很多地方小杰的人设并不讨好 此时炸弹魔三人 已经被五花大宝 受伤最重的自然是 被老嫂子抱走的黑衣男 比斯吉三人要求炸弹魔 把所有卡片交出来 炸弹魔提了个小要求 请他们把黑衣人用大天使治好 而奇亚回答道 三人一开始就是这样的范围 比斯吉也附和说 为此已经准备了多达六张的复制卡 目的就是治疗参战的六位 这也让炸弹魔内心有波动 接着有比斯吉使用大天使 首先治疗好了小杰 小杰使用第二张复制卡 治疗了黑衣人 这时因为马甲男为了取得大天使 设置好的兑换圈自动 获得大天使卡片 使数量达到了上限 导致比斯吉手中的复制卡失效了 此时马甲男也来到了现场 他说如果是对炸弹魔使用大天使 他是不会给他们卡片的 但这时奇亚说道 接着比斯吉和小杰 也对马甲男使用了嘴顿 在他们的一番洗脑之下 马甲男也认可了他们的道理 于是小杰用大天使 治疗好了炸弹魔 马甲男准备将所有卡片都交给他们 这让小杰三人喜出望外 在得知巴特拉将奖金撤销后 切磁古拉他们也就没有准备再进游戏 而他们也获得了巴特拉的赔偿金 眼前的马甲男竟然也得到了40亿赔偿 这让比斯吉瞬间眼红了起来 接着马甲男说 这40亿准备让在场四个人平分 当然了 他认为都是大家努力的结果 这可把比斯吉高兴坏了 接下来小杰他们 顺利地通过一些考验 集齐了100张卡片 这时有一个身穿斗篷的人 来到炸弹魔面前 接触到他身体后 说了声 抓到炸弹魔了 便解除了身上的定时炸弹 大家应该知道他是谁吧 小杰最后来到了 游戏制作者的房间 这凌乱不堪的地方 甚至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这两人正是金的伙伴 他让小杰从100张卡片中 非选择三张指定口袋卡片 带到现实世界中去使用 最后小杰让比斯吉选了一张 他喜欢的蓝宝石 或许老嫂子年龄有点大 但他依然还是如少女那般纯粹 所以 他选择了这颗纯净的蓝宝石 而奇亚则配合小杰 两人一同选择了 圣骑士项链 非平海岸线 而一平海岸线实际是同行卡 因为同行卡 并不是指定口袋的卡片 他将同行皱纹卡 变化为一平海岸线之后 回到现在世界后 再使用了圣骑士项链 辨别真伪的功能 将其恢复为同行卡片 这样一来 小杰就可以使用同行 找到与金有关系的人了 而奇亚注意到 进入贪婪之岛上面 就是晋晋的拼音 故此他们确定这个人 就算不是金本人 也肯定和金有着密切的关系 接下来他们使用同行 飞到了一棵大树下 那么接下来小杰西亚 会见到谁呢 至此也即将进入到里王篇